你还记得上海的那个冰淇淋店吗 为什么会忘记呢 有没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 我很想念那段时间 和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光 我也很想你 从那以后就没见过你了 我总算把孩子恐碎了 妈 阿姨 晚安 我妈妈该睡觉了 我们还没讲完的 我明天要早点走 你可以送小孩去学校吗 当然可以 怎么了 你却叫我杜筹店世界 和同龄人在一起 互联网就是用来做这个的呀 妈妈 我来睡觉吧 妈妈晚安 我呢 再给你带你带我 我还在玩游戏 我同意他们打完这一局 很快就玩了 你和他们相处得很好 如果我是那样做 会跟他们大吵一场的 李俊仙叫我的奥兰兹去看他 我是认真的 我很先去 妈 你知道我们负担不起 我们贷款还没还呢 那我借给你们的钱呢 那是你给我们的钱 我以为你会还我的 我们跟帮你做了那么多 你怎么还要我们还那个钱 我不要你全部还 我只要买一张车票 和有樱花就行了 算了吧 我们不会还你钱的 不要说了 那是你的钱 如果你想来看我 你这些要做 但是李娜讲 她承担了家里的所有的开销 吃饭啊 水电费啊 等等所有东西 所以我想不应该向她要钱 我觉得这样对她不好 可是你每天都在这个家里玩火啊 她上班还有下班的时间啊 所以你也应该有啊 是啊 但是李娜她哼哼哼 她是不会同意我去 让我和李娜谈谈吧 如果她不听我的 我就打电话给我的朋友 她的工作就专门帮助我 像你这样的人 但是我不想让家庭麻烦 你们家里已经有办法了 是事后解决她了 我的女儿为什么会这样对我 我应该可以向谁求助 我感到哼哼哼哩